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连身法王传授十轮金刚 日月轮法 这是从来没有公开讲授的 非常珍贵 我们就继续来聆听 什么是日月合璧 玄机停轮 你不可以吃醋 Zaylos 不可以吃醋 你吃醋 你就会引起你的愤怒 激度吃醋 Zaylos 引起你的愤怒 引起你的生气 激度 这个引起你的想念会非常的多 这个时候你气血翻腾 你就保不住你平静的气 因为越沉的气 越厚 越沉的气 它会静到 非常静的时候 它自然能够产生一个 就是开始产生一点光明出来了 禅地有什么好处 就是静到最近的时候 阴到最阴 就是月亮 静到最近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点光明出来 这个光明一出来 就是佛性开始显现 你看见光 你看见光 你如果不静 一直在动 天体一直在动 你的身体一直在动 你没有办法沉淀你的气 你永远产生不了光明的 这样大家应该有一点了解吧 为什么要禅定 因为你乱个不停 乱个不停 没有静 你如何气足 能够气候 能够气重 能够从阴里面产生一点阳 当你的夜轮 最静的时候 它产生一点的光明出来 这个就是太阳 日夜合璧 这里 我讲一下 这个 为什么喇嘛都是男的 很少看到你的喇嘛 你的 你的喇嘛很少 所有泰国的和尚 你看到都是男的 很少看到你的 你的很少 修行人当中 男的也比较多 你的比较少 但是现在讲男女平等 男的跟你的一样平等 师母昨天晚上跟我讲 某一个女生是大嘴巴 她跟我讲某一个女生是大嘴巴 我访问她一句话 哪一个女生不是大嘴巴 对不起 这里不是讲女生怎么样 女生是喜欢比较喜欢讲话 男生有时候比较近 这里面有提到一个证明 一个身材比较瘦弱的男士 去应征做首位 首位 老板打量了一份儿 他他讲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的家佛 他要有强烈的疑心病 要有业力的目光 要高度的警截心 还要激紧过人的清洁 还应该有一个雄壮的身体 身材 雄壮的身材 杀气腾腾的个性 容易发脾气 很凶暴 谁惹了他 他马上会变成恶魔般的人物 那么这位男子就小声地讲 那就请我的老婆来试一试吧 不过老婆有这个雄壮的身材 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大部分老婆不会有雄壮的身材 不过也可能有 因为我们男生啊 做福利挺身啊 做这个轰胸啊 这个哇 这样子啊 每天念这个脊重啊 轰胸啊 这个剑这个 我们胸部总是比不上女生啊 这个女生他不用念 他女生不用念这个轰胸啊 他自然他就会很 这个代表雄壮吧 总之啊 这个疑心病啊 业力的目光啊 警戒心啊 激紧过人啊 杀气腾腾啊 容易发脾气啊 胸抱 胸抱 男的也有啦 但女生也有 这个气是守不住的 告诉大家 这个气是守不住的 你真正要守得住气 他一定是一个修行人 他才能够守得住气 他每天一定要练气 所以台湾的部大戏啊 你看台湾的部杀的一出来 边的头 南方派的练气书 东南派的练气势 练气势 他频道他就是练气势 练气势 气怎么练啊 就是十吨金刚这样子练 你要练九节佛风 练宝贫气 把宝贫气练会 你要气入中脉 用你的气 把着火产生出来 用你的气 着火上升 把明点下降 这个钱靠气 没有这个气 你哪里是修行 只有气能够让你的火 着火 跟你的夜 日跟夜结合在一起 你日夜结合在一起 那时候才会透出明点光 这个叫做日夜合璧 八卦里面 一个日一个夜 中间那一点 一个阳一个阴 中间那一点 就是佛性 那个就是光 那个就是先天 所以十吨金刚法 它已经表明了 气 太阳 太阳 月亮 合起来 才能够打开轮 透出光 这是密教的修行 这个蝉痴 这个蝉痴的修行 静到极点 变成了夜 沉下来 气充满了 气充满了 你也不看 也不听 你一直在观照你的气 看着你的气 看着你的呼吸 你的气养足了 它自然沉下来了 有一天它透光 你就渐行 到家的修行 叫做转河车 转河车 你这一口气 从海底轮上升 顺着急这一股 到前面的脉 再转到海底轮 就这样子转 天天在那边转河车 转河车 你一直在运转河车 用气来运转河车 让气充满你自己的身体 有一天啊 突然间日月合璧 闲击停轮 就是不转了 这个时候 一点光明出现了 佛性就出来了 先天一气就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到家修行是这样子 所以到家讲 大到颠倒颠 有人颠得转 便是大螺线 颠的转是什么呢 就是转河车 转 一直在转河车 你一直在看着你身体的气在转 一直在转河车 你不理会一切的 一直在转你的河车 练气势嘛 在转啊转啊转 转到有一天停止不转了 一个光透出来了 这个光就是你自己的佛性 台湾雷藏寺 感谢您护持护魔法会 请您密切锁定 12月份和1月份的主尊友 多宝如来 瑶池金母神水法 虎八金刚 莲华生大士 红财神 联神法王将亲自主坛护魔 并传法灌顶 台湾雷藏寺护魔法会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为什么卢盛宴年轻时 家门口聚集了百人以上问世 天下事真的是可以神算出来 偏偏真人真事 保证让您不可思议 连生活活卢盛宴文集 最新著作重量登场 神算有够准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即将推出 一年一度的农民力 欢迎您参与结缘祝印 让真佛秘法得以随书弘扬 广度世人 台湾雷藏寺室农民力 详情请殿 049-2312-992 你知道坤挂 坤挂的就是三个段 三个段就是坤挂 坤就是代表着夜 钱就是前三年坤六段 钱就代表着付 就代表着日 就代表着日 那么坤六段就代表着夜 代表着阴 代表着母 有一天 你一直到坤六段 再来呢 就是底下结起来 一阳附身了 一阳突然间出现了 出现一个阳气出来了 这个阳气就先天一气就产生出来 接起来 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佛性 又叫做一阳出身 一阳出身 在道家是一阳出身 你在修这个转合车 到最后 闲击停轮的时候 到了最底下 最沉 它开始阳气就出来了 这个阳气出来 最出来的这个阳气 就叫做先天一气 我们学佛的人 不能有太多的欲望 欲望越少越好 因为欲望越少 就能够越能够撑得住去 欲望越多就沉不住去 这个就是佛所讲的 自心一处啊 无事不办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为什么佛陀会这样子讲呢 就是叫你静极啊 你静下来 你要守住你这个一心啊 守住一心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有妄念 什么事情都可以成 这个里面有一个男同事 夸一个女同事 所以我们经常画一个女的 哦 你是妄夫啊 你是妄夫的相 妄夫就是说会帮助先生 帮助先生能够兴旺 你是妄夫相 这个女同事啊 心中就非常的反省 为什么我是妄夫相 这个女同事啊 就问这个男同事 是真的吗 我是妄夫相吗 你是怎么看出来 男同事就讲 因为你这种长相 让你的老公看了 就没有欲望 所以你的老公只能够 一心一意的搞事业 这个就是妄夫相 当然不是这样子 妄夫相不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笑话 老公回家看到太太的脸 觉得引不起他的欲望 在看身材 跟那个汽油桶差不多啦 跟汽油桶差不多 不然就像瓦斯桶 台湾有瓦斯桶 另外胖一点的就叫汽油桶 瘦一点就是瓦斯桶 看到这两个桶 你还有什么欲望可谈 既然没有欲望 要专心一致的创造你的事业 晚上都不回家 天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做事情 你事业当然会兴旺 所以这个叫做妄夫相 这个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跟大家讲 你欲望越多 修行越低 欲望越高 修行绝对越低 你管的事情太多 修行就少 你修行多 管的事情就少 理的事情就少 师尊不管事 以后管事都交给年龄上司 师尊只注重三样 一个是修法 一个是写文章 一个是画画 我在西雅图只做三个事 一个是修法 一个是写文章 一个是画画 将来也只做这三个事 写文章 画画 修法 其他什么都不想 你因为什么都不想 你修行能够成功 你什么都想 什么都管 什么都要去 什么都要去追求 你修行不会成功 就是这个道理 说师尊本来是什么都不管的 本来也就是都不管的 现在也是都不管 未来也是都不管 我只管修行 写作画画 其他的时间运动一下吧 运动 你说我管什么事 从来不管 欲望也不高 我的欲望也不高 所以这样子的修行 才能够成功 你学佛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往生麻哈双廉词 你也要学习 一定要这样子做 尽量少管所有的闲事 少talker 少讲是非 是非也不要讲 我们只要修行就行 然后 基本上的生活要照顾 其他的事先就到这个 藏宏雷杖寺来 当义工也是积极资良啊 休戚也是积极资良啊 打坐啊 入山昧地啊 积极资良啊 天上的资良啊 地上的资良啊 人间的资良啊 我们照顾这三样就好 做生意啊 赚钱 养活字 要养活啊 意望不要太高 不要当这个世界首富啊 世界首富就很麻烦 他钱太多 他管不了 还是要别人管 这个一个女孩子啊 走进一家公司里面啊 办公室 这个经理的办公室 他说你们这边是不是要 这个招勤李秘书吗 这个经理讲啊 我们很愿意录用你啊 小姐 可是眼下 这个金融风暴啊 经济危机啊 大家都没有事做了 这个女孩子讲 没有事做 我倒是不计较 只要有工资就好了 希望不要太高 有工资就好 事情不要做太多 修行人也是一样的 能够养活自己 养活这个家庭 其他的时间哪来修行 哪来做义工 哪来这个布施 那么哪来自己本身修器 做善事 这个 积极天上的资良 花菩提心 去帮助人 这个都是修行 另外你自己好好静下来修器 什么 一些闲事都不管 所有的辛苦 让给别人 所以师尊老是讲啊 曾活中不是师尊创造的 我不是曾活中的创办人 我从来没有创办过曾活中 曾活中 为什么师尊没有创办曾活中呢 在第一意义里面讲是没有创造曾活中 没有创办曾活中 在其他的意义里面讲 我已经把这个曾活中交给所有的上师去做 我不需要再做什么 所以这个讲就是这样子 有一天啊 我也会闲击停轮啊 什么叫闲击停轮呢 不再写作 不再画画 也不再练气了 无修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见自己的佛心了 还要做这个做什么啊 这老子讲啊 物就是有这个身啊 是我的一切的大患啊 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啊 哪里来的祸患啊 老子讲的啊 佛也是讲无我啊 讲无为啊 无为是什么 不为什么而做 我不是为什么而做 我就是光明正大的佛在这世间 我只是无为而为 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故事做善事 我的贪、惩、之啊 通通不升起来 我也不用对之 不用去抵抗我的贪承之 这个无为法 你修成了以后啊 你自然气就充满整个太息之中 日夜何必 你弦机停转 你弥补佛性 你弥补佛性 你弥补整个西空 不只你的身体啊 你的硬化身到处去做善事 你只要修行成了 你就无为了 不用做什么 不用做什么 不为什么而为 花菩提心 只为了帮助众生 不然你怎么办 我们佛在这人世间 你说你怎么办 六十岁的时候啊 血压向上 七十岁的时候啊 有点遗忘了 八十岁的时候啊 什么啦 摇摇晃晃 走路就摇摇晃晃了喔 九十岁的时候啊 迷失方向 你出去走不回来 什么都忘了 但是你的气啊 全部用完了 一百岁的时候啊 就挂在墙上 给后人啊 在那边纪念你啊 纪念你 你已经挂在墙上了 后人纪念你 所有的人都走同样的这一条路 没有人不是走这一条路的 只有一种人 能够从这一条路跳脱出来 这一种人就是修行人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即将推出 一年一度的农民力 欢迎您参与结缘祝印 让真佛秘法得以随书弘扬 广度世人 台湾雷藏寺农民力 详情请殿 049 2312 992 连生活活 卢盛宴文集 最新著作重量登场 神算有够准